這件事情畫面中 看到遠方一個光點 從遠到近 原來是汽車車燈 車子即使而來完全沒有刹車 直接撞上加油島 只看到黑色轎車 車身整個大坦跳 接著連零件四散都看得到 不到一秒鐘 車身底部立刻起火燃燒 車內也跟著冒出白煙 就是沒有看到 車上有人逃出來 我都沒看到他出來 走得很發達 我輸了一輩子 一輩子下來 然後就弄了 我都不斷了一輩子 我踩得到 今朝最高 當時對面加油站 值班的員工看到了趕快報警 但是火需一發不可收拾 連他拿滅火器都幫不了忙 這起車禍發生在24號清晨3點多 開車的37歲陳姓駕駛 從國道10號奇山末端下交流道 就直接撞擊加油站加油島 人來不及逃生 被燒死在車內 我現在沒有辦法 控制開關 電源都關閉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安全上的考量 加油站為了安全考量 暫時無法營業 警方調查車底資料 發現陳姓駕駛 從事印刷服飾的設計公司 還有兩個孩子 最大才小學二年級 最近因為趕出貨 常常在人武跟內門區兩頭跑 這回是因為機器問題趕回公司處理 駕駛是不是太過疲勞 導致開車太累才會高速衝撞 都有待警方釐清 記者宋佩晨 鄧駛 鄧駛 林志惠 高雄 莫道 我們下期見 這附近平才會 我們下期見 對這附近平才會 在座 當時的路面區 還有我的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